数值报告怎么写? 数值报告是指各级各类机关的工作人员,一般为业务部门陈述以主要业绩业务为主,写法如下。 一,抬头,也就是称谓,一般数值报告的对象不同,称谓也是不同的。 二,基本情况,用最精练的文字概括的交代,如主要情况、时间、地点、背景、事件经过等。 三,成绩经验,一般采取横向排列,每层次都要有一个小的主题,写成层一句。 四,问题教训,这方面要实实在在,要有条理,不要避重就轻。 五,今后计划,包括目标、措施、要求三要素,要切实可行。 六,结尾,报告结束时要用称谓礼貌用语,落款要写明自身姓名、单位名称和写报告时间。